高雄市长陈其迈二日率市府团队 视察大树旧铁桥湿地公园改善工程 陈其迈感谢高雄市野鸟协会 以及大树旧铁桥协会等地方民间团体 长期投入环境维护工作 市府将增列700万预算 希望能把旧铁桥湿地公园再做得更好 旧铁桥的人工湿地公园来视察 因为这个是对地方来讲非常重要的历史的记忆 跟民众休闲生活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大概就铁桥我们的文化协会 志工大家共同的努力 都是这样一草一木 都是他们用心呵护 维护管理 所以我们也特别 增列了大概700万的预算 希望说能够把这个公园能够做得更好 陈其迈表示 湿地公园对于城市是非常重要的资产 也期盼将旧铁桥湿地公园 变成民间发动政府支持的 全台最美人工湿地公园 由民间跟政府合作 那借由在地的力量 来创造一个更优质的环境 同时也能够让所有的 包括外线市的很多的观光客 可以来这里 旧铁桥多走走 这里当然也包括了三合瓦桥 还有凤梨工厂 那也跟我们东九区的观光紧密的结合 今年市府更与高雄市野鸟协会 签订环境场域的营造任养计划 生态环境教育 环境加值 未来将带给民众更舒适 优质的休闲好去处 记者李正道高雄报导